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的蔬菜水果 里面都含有恐怖的农药 另外我们就要来看到在肉品的部分 很多家庭主妇就想说 我到传统市场买肉 应该是最新鲜吧 好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这些家庭主妇认为说 市场里面卖的肉品 都是当天杀的最品质最新鲜 常会去传统市场买 但是传统市场的肉类 可能有瘦肉筋 抗生素 荷尔蒙等等 残留的问题来源跟产地不明 所以可能会吃到问题肉或是虫组肉 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因为本来都觉得说传统市场的最新鲜 还有很奇怪的是有和尚跟尼姑 他们身上竟然也验出了瘦肉筋 这是台湾另外一个最大的笑话 出家人为什么学医里面会有瘦肉筋 瘦肉筋基本上是应该肉类才有 对啊 又不吃肉啊 整个食物链的自然界循环 你射中可能有一些污染到土壤或是地下水的污染 然后植物又吸收进去 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化学物质在整个自然界的循环代表会怎么样 人类是食物链最高峰 最高的就跑到肾上来 你不要以为它是吃了肉类 有可能是无辜的 是一个自然界的循环 这才糟糕 所以这个传统市场里面买肉的话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新鲜 那你冷冻的这有间个品管传统的人可能会受到污染 你看下午市的 尤其是下午市的那些肉类跟鱼类我看的真的是咬头 午市就是广昏市场的 而且传统的有抗生素 台湾在二次大战刚结市的时候开始拼经济的时候 就鼓励你用大量的抗生素来喂猪 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绿梅室就是all over 那是正式广告的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影歌星广告 那是风动整个台湾all over 大家都知道 那就标准绿梅室 台湾的经济是这样子用抗生素换来的 那现在还是有 所以很多人从小就吃了抗生素了对不对 这里面可能还有瘦肉筋抗生素 还有荷尔蒙的问题 接着请教一下洛桑医师 因为有人是说这个瘦肉筋 好像可以治疗支气管的疾病 还有人说吃到瘦肉筋会变瘦 是这样吗 其实瘦肉筋就是有好十几种 瘦肉筋是化学的东西 添加物化学添加物 其实它也有就是说有支气管的 这种用药的作用 所以它用在那个瘦肉里面是为了减少肥肉 瘦肉变比较多 对 然后它主要原理是代谢会增加 但就是说它会常常会有很多副作用 会心肌啊 会不舒服 甚至有些如果有心脏毛病的话 吃到可能会就是要命 所以它根本不能够治疗支气管机 就是说支气管 就是说支气管所有的用药都是 它有很大的副作用 会影响到心肌啊或是心脏 如果心脏有问题 当然可能会致命的作用 对 然后看就是江博士讲的抗生素 台湾滥用程度非常严重 因为现在我们常在医院 所有用很大的很好的抗生素 都没有办法压下去 因为抗药性 因为从小就吃太多抗生素 对 连从小朋友都是有抗药性 所以新的抗生素另外就起来 对 然后另外荷蒙那个 荷蒙残炎也是非常严重 就是小朋友血减 就是现在十岁十一岁就是性早 对 太早发育了 对 然后我们常常门诊看到 很多年轻人二十几岁结婚 但就是不孕 但公年都正常 这些都是跟厄国都有关系 我觉得更奇怪的是 美国政府在2015年 有二十几种动物用的 就是加速加勤 用的抗生素已经禁用 我们的龙和龙的时候它不跟进 我不想什么理由 为什么不跟进 它不讲理由 它说我们不想跟进啊 我看了都晕倒 人家美国不用了 然后我们继续吃就对了 它说它不禁用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自保 我们到市场选肉的话 有什么配方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 瘦肉筋抗生素荷尔蒙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单纯用肉眼判断 但至少我们先来一个 新不新鲜好了 这是最基本的 好惨哦 真的 真是用过了 那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要选太肥的 因为太肥的真的对健康 也是不好的 就是你加上那些食安问题 又再加上太肥 那慢性疾病一定会出来 然后再就是按一下 看看它会不会有弹性 这就让我们人的健康 我们如果人水肿你也会谈 没有办法皮肤回来 那它如果说它加了一些水 或是它的肉质 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它相对它其实那个 恢复能力也就会不够好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摸一摸看肉有没有滑 再来闻闻看它是不是肉的味道 有没有坏掉 这是最基本的食物安全的一个状态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肉上面 比如说表皮有一些红点 或是你觉得它这个纹路 已经不是正常的纹路了 因为肉有纹路 如果是虫煮肉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纹路的 它不会是 它的纹路就不会像这样子随便乱跑这样 因为它是虫煮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点去判断 那再来颜色如果太深红 你要怀疑它是不是有加了什么东西 要不然的话一般的肉 你看它其实不会到这么夸张 那因为这个是瘦肉 相对是瘦肉 就是你要了解 比如说瘦肉一定会比较红 肥肉相对就会比较 带一点白一点 可是你发现如果肥肉也很红 你就要觉得 这有点不太有点奇怪这样 我觉得这样很可怜 大家现在连去传统市场 还要人家是怎么停看厅 然后我们是要看 还要摸 还要闻 对不对 大家都要变专家 所以现在这种黑心的这个事情 就是让台湾人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也不能够信任对方了 对 这失去了互信嘛 真的很糟糕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 这个瘦体猪肉 真的是比较新鲜吗 好我们看看在市面上有 瘦体肉 冷藏肉 跟冷冻肉 到底要买哪一样比较好呢 好瘦体肉是在传统市场卖的 冷藏肉 冷冻肉 大概是在超市大卖场 或是冷冻肉品专卖店 温度的部分 我们在市场就没有控制 那很多人就想说 这比较新鲜嘛 不用冰 是这样吗 好冷藏肉的话 是摄氏4度或是0度以下 冷冻肉的话是-18度 好优点的部分 温体肉 大家认为说快速烹调 而且呢 有鲜甜感 冷藏肉的话 保存期限比温体肉要长一点 但冷冻肉是真空的冷冻隔绝细菌 好 姜博士你怎么看 像有些人供丸 就是用温体肉做的 如果是温体肉 猪牛都是半裂斩杀 它运到台北的市场来 如果是夏天 你如果靠近中午才去买 你觉得呢 你现在过了几个钟头了 会有比较好吗 说的也是 大家都觉得好像比较新鲜 我们错误的观念是这样子 除非它屠宰场限杀 你在旁边买 你在旁边买 买完以后马上煮 好可怕 在那边限杀猪 然后在旁边买这样子 不可能的事情 它有一段运湿跟储存 对不对 放在市场卖 然后客户来买 这个全部都是一个问题 完全没控制 而且薪酯供丸 以前说温体肉比较好 它还不是加 加一些添加剂来增加它的Q糖 它不是靠温体肉 好 那营养师的话 建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温体肉 其实我建议 如果温体肉你要买 就很早就去买 因为这就像江博士说 它其实经过这个运输 然后它根本就是等于细菌在滋长 你怎么去判断 其实最简单就是 假设你今天中午12点 你去买一个绞肉 你知道绞肉因为它面积 接触空气面积多 你那个绞肉买回来 你就给它放冷藏 它放冷藏不到一天都可以坏掉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去那种中午买 那个绞肉都很容易坏 你要买就立刻煮 要买就是立刻动 否则它真的就是放冷藏都会坏 那其实我自己的习惯 就是说我如果去温体肉的 那种传统市场 我要去买 我一定要去买它后面 是有冰箱冷冻柜的 对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像有些菜市场 我都会要它的电话 我跟它说 因为礼拜天 比如说我礼拜天要去买 我想要睡晚一点 我就会跟它讲说 那你礼拜 我礼拜六就打给它 我跟它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留那个肉 就是不要就是 你载完以后 就直接帮我丢冷冻库 你不要帮我放在外面 我大概几点 12点或11点去拿 那我不喜欢那种 后面都没有冰箱的 因为它的肉就是 一直放放放放到外面 冬天你还可以说 自然的冰箱 夏天你那个真的就是 那个风险很恐怖 可是很多观念觉得说 我不想买里面那个冷冻的 那感觉不知道是冻了多久 其实没有 我买外面新鲜的 因为我们是学食品营养 其实冷冻是一个很安全的 一个食物保存方法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 冷冻会真的就是很不好 你冷冻其实最主要是那个口感 可能比如说水分流失了 那个精冰产生了 所以它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它在食物安全上 它是非常的安全 那洛赵医师您推荐哪一个 就是我比较推荐冷藏的 冷藏的 对对对 问题就是说就刚刚加博士提到的 就是说所有的肉类新鲜东西 两个小时以后就是开始变化 一个是有失营养的东西 另外一个是开始长细菌这些 所以最好是用冷藏的方式 然后冷藏这个东西 只要冷藏就在温度四度以下 或是淋度一下的话 可以保存七天 它一个是新鲜一个是保 那个就是保持它的营养 跟就是口感都会比较好 所以你觉得冷藏的话 两边的优点都会有 那营养师呢 你觉得冷藏肉会比较好吗 没有耶 其实我三种都买耶 我没有特别选哪一家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观念就是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第一个 知道就是来源好不好 所以分散风险 对所以我会分散风险 我跟妳讲我连大卖场 我都有三家大卖场 然后冷 对真的啊 然后温体肉 我也有三家温体肉 所以我真的就是平均分摊风险 这样子对 所以姜博士 还是要拌弱 花很多时间 对 你以为是要拌弱 对还是要拌弱 重点是拌弱就丢了 我一直讲说 你要认识一些厂商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我到超市去 我都会仔细看 冷藏跟冷冻肉的温度 其实都没有造成 有没有到那个温度 谁会注意那个温度啊 我根本都不会去看那温度啊 它的温度在介于这个 标准的冷藏跟冷冻之间 而且其实有些冷藏肉 其实是从冷冻肉退冰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啊 所以两个是不分的 我觉得 我自己会看啦 某一些卖场 它其实有两个冰箱 一个是冷冻肉 一个是冷藏柜 你要仔细看温度 对 那我后来就发现 就是第一个温度 第二个就是我会发现 原来有些项目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会从冷冻肉那边去拿 我就不会再从冷藏肉那边去 因为它可能是冷冻肉 然后把它放到冷藏那边 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样细菌又来了 对对对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买肉 也要有佩服 但是我也蛮建议 大家就可以学营养师了 它就是分担风险了 三个呢都吃 然后呢连大卖场 它都选三家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着也来看看 鱼的部分哦 好吃鱼是不是真的有益健康 小心重金属中毒啊 哇有这么严重吗 以往研究指出吃鱼可以减少 心脏病患的发作死亡率 并且有助于胎儿的发展 而且大家都说吃鱼会聪明啊 可是呢现在又有人发现 你每个星期吃鱼超过五次的话 比每个月吃鱼不到一次的人 糖尿病的风险显著高出22%哦 而且呢如果你是女性大量吃鱼 怀孕的时候婴儿甚至会发展迟缓 那怎么这么习惯 好我们的环保署也发现 吃越多的大型鱼类 头发的含拱量就越高 常常吃鱼的人是不吃鱼的六倍 荤食的人是素食者的八倍 奇怪耶江博士我们不是都提倡说 大家要多吃鱼吗 说吃鱼好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要小心重金属的问题 那是污染的问题啊 最有名的是1960年代 日本九州熊本县的水鱼湾 那个化工厂拍摄的拱 乙吃了以后日本人又喜欢吃鱼 结果连头都有重金属的拱污染 那个官司党的40年 最后人民赢了很多人都已经过世了 你看一个环保的官司党的事情 那是非常有名的拱重土的案子 那从此以后大家就开始注意 整个海洋污染了 你要说海里面深海鱼好 还是养殖亦好 其实深海鱼有拱污染 潜海鱼有抗生素有家药 那就是看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就对了 进退兰 两兰 所以要分赞风险两个都吃 2700亿其极轻啊 不然怎么办 那哪一个比较轻 自我排毒 我觉得说早吃 想办法排毒 排毒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对 排毒另外一个话题 不然怎么办 那所以鱼里面 是不是也可能含有防腐剂 当然有啊 你们看那个鱼鱼抓来以后 因为卖鱼的是最自私 因为它是sail fish 这是我开玩笑讲 因为它卖鱼是要水 它的鱼抓到岸上以后 抓到岸上以后 它不是又浇一桶水吗 你以为它为什么要浇水 就把它那个稍微清洗一下 还不是 里面加甲醛加黄虎剂 让你的腮红一点 眼睛亮丽一点 所以它不是说 因为海里面脏脏的啊 你们补鱼都回来很自私 你为什么又泼一桶水 它那是加掉水 我才恍然大悟 所以眼睛亮丽 我们要守在那鱼港 然后它要加那一桶的时候 等一下 这个鱼我要了 然后这桶再加 它一定是泼完以后才要卖给你 才会卖 那我们不要卖相那么好还不行 那你要带回台北啊 你到鱼港去买 它要泼完以后 它说我吃一碗再卖给你 所以其实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因为大家想说 鱼要挑那个什么红色的 不然你看它的尺寸 看它的眼睛 那个都安全 然后我就跟它说 我们家传统菜市场 夜菜类都很漂亮 我没有看过不漂亮的夜菜 都没有那个重咬的痕迹 对 我说 我根本没有看过不漂亮的 他说对啊 所以我们送上去的 你自己想想看 所以我应该就是说 其实我们真的要省思 就是甚至我有时候在想 就是要带孩子们回归到真实的 去看看青椒采出来 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 你知道青椒的夏萍 因为你农业要分级嘛 你这样卖相不同 他说你有看过那个夏萍 就是丑到什么地步 可是它是安全的 对 就是也许我们未来 应该在把这种课程 放到孩子的教育课程 我们不要只看那个表象啦 只看那个卖相好像很好 但问题你要卖相 它就可以给你卖相 这个完全同意 你看金针 金针哪有那么黄 真正的金针 我在美国采过 那个有点淡的褐色茶色 哪有时候金针 哇 那种漂亮的黄色 对 因为黄的看起来就漂亮 好 那洛桑医师 我也请教你 为什么吃鱼超过五次 每个星期超过五次的人比 每个月吃鱼不到一次的人 这个糖尿病风险会显著比较高啊 因为它就是说 有时候会挡固醇的问题 然后新增代谢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吃鱼 如果不新鲜 就会产生一些肉毒杆菌的问题 这样就是可能会要致命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大量重金属 因为我在最近在中国大陆 或是台湾的有些小学生 我抽检了很多这种小朋友的头发 来检测重金属 真的重金属浓度都不 特别是千根狗 那么怎么会这样 然后这个容易会致力 那个就是学习能力啊 注意集中力啊 都会这样 所以那么小的孩子 都已经有拱中毒的现象出现 小朋友如果家里有 就是说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你有点暴力倾向的话 非常要注意这些东西 哇 真的很可怕 好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情况 在市场我们要挑鱼的话 我们要怎么挑比较好 好 就是说我们可以挑一些小型鱼 相对减少我们重金属的一个风险 因为那是食物链 大吃小的一个逻辑 再来就是说这个鱼货上 你还是看一看 我觉得味道啦 味道是一个比较 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压得下去 所以有异味的时候 这个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货架上的冰坏多不多 那我的习惯还是买后面有冷冻过 就是要看后面有没有冷冻过 因为那还是比较新鲜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有些 它会一直喷那个水 其实那也是没有太大意义 那种也就不用考量 那有人是说要看什么鱼眼睛啊 对 其实应该就是说 有些就是还是可以看啦 就是它也是一个参考的重点 那当然是它烂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是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然后当它去做了一件手脚的时候 第一天第二天你还是看不出来 好 那我们稍后回来也要来看看 买哪些鱼比较不可能有这个 重金属中毒的问题 还有就是买虾子啊买蛤蜊 还有哪些诀窍 我们稍后回来吧